我们上一集说流民船虽然有远见有理想 但它盖的铁路并不好用 而真正完成台湾中关铁路的反而是日本人 直到现在 我们还在用日本人留下来的铁路 那么日本人的中关铁路 与流民船的铁路差在哪里啊? 为什么我们不用流民船的铁路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谁才是真正的台湾铁道之父 那么时间得回到1895年 日本人靠着马关条约取得台湾后缩起 这时日本刚经历过明治维新 觉得亚洲就是咯 是西方国家的爽迷地 认为欧美国家强大 其中的关键之一是铁道运输 因此非常重视铁道的发展 日本人对铁道有多痴迷呢? 在日军还没进入台北城前 就先成立了台湾铁路总司令部 总督华山之际 还是自己跳下来当铁路队长 以展示政府的决心 华山总督从基隆登陆后 听说台湾也有铁路 于是草则要搭火车进城 但讽刺的是 因为铁路品质不佳 在基隆山区的爬山路段 必须派遣60名日军 在后面推啊推啊 被讥较为飞兵火车 从基隆到台北 列车还出轨了两次 前后花了7个小时才到目的地 简直逼走得还要慢 不过这边也帮流名传说句话 从更让台湾到日本人登陆 台湾有差不多半年的无政府状态 铁路自然没有人管理和维护 总之经过一阵的冰框马乱之后 日军进入了混乱的台北城 宣布了台湾日本时代的开始 但接收台湾的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 各地人有武装抗日的活动 因此日军想利用清代留下来的铁路 快速的运兵到各处凭乱 便派遣了临时铁道队 来台湾进行铁路勘查与整修 但一调查发现不得了了 流名传铁路超乎想象的落后 且损毁严重 几乎是无法使用 在日本禁卫师团的抢修下 集容到新竹之间的铁路是回复通车了 但一天只能开一班 某些路段还得下来推车 根本无法负担军事需求 为了有效的控制全岛 华山之际提出了三大紧急建设计划 其中一项就是重案铁路 先是叛人调查新竹到高雄 共计281公里的铁路 详详细细的调查一番 并除估经费为1500多万日元 当时刚毕业的老师 薪水就10元上下 这一个金额不小了 而那时的台湾就跟废墟一样 因此在一笔钱 得由日本国内先支付 且除了西部的重关县调查外 日本政府派出了五个小队 第一小队调查凤山到恒春 再从恒春到台东 大概是现在的南回县 第二小队从南投后住山 横切过去到台东 第三小队从埔里到花莲 直接穿越中央山脉 第四小队从新店到花莲 越过雪山山脉 而第五小队是从宜兰苏澳到花莲 反而日本人除了想完成环岛铁路外 还想进行东西横贯铁路 这一种连现代科技都不敢尝试的路线 但当时的日本人尚未控制全岛 三四五小队 都遭到原住民的抵抗而失败首场 尤其是普里花莲那里路 25人的探险队 都在河环山遭到原住民杀害 但看得出来 日本人要在台湾建设铁道的雄心壮志 是要跟你玩真的 不过这个时候 日本人盖铁路的目的 只是为了军事需求 要快速的运送军队 因为抗日活动独爱三区 所以铁路锁心之地 多四靠山的路线 往往与经济上的考量背道而驰 毕竟平原地区 都已在日军的掌握之中 按照日本当时的规定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 台湾总督一定得是军人 如前面的三人总督 华山之际贵太郎与乃木锡点 都是军人 不过他们三人都无法有效地空入台湾 整个台湾乱成一团 不但没办法帮日本赚钱 海地从老青人把关在赔款中 拿出一部分 补贴台湾的军费支出 最后第三任总督 乃木锡点崩溃了 他建议把台湾卖给法国 丢丢这一个麻烦的东西 但在会议上 被另外一位将领而遇原太郎嘲讽 要乃木别站着毛坑不拉屎 苏门为台湾死了这么多人 你说丢就丢啊 怎么不检讨自己的无能 主持会议的日本首相 伊藤博文很满意 于是额域就被丢到台湾 成为第四任日本总督 但额域身兼素质 是台湾总督 第三次团长 以及念悟大臣 平常台日两地跑忙得不可开交 但他却带来一位能干的帮手 文人出身的后藤新平 出任台湾的民政长官 在额域的信任下 台湾似乎也多有后藤新平主岛 几乎成了地下总督 在额域政府主政期间 总督府一方面强烈镇压 一方面笼络台人 逐渐的有效空中全岛 台湾仍不在大规模抗日 因此在后藤新平的主岛下 铁道从军用铁路转变为开拓铁路 运送阿兵哥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为此总督府从日本门徒 请来了铁道专家 长谷船警戒 再次进行全岛测量 在拼经济的前提下 新的路线大致遵循几个原则 第一个当然是安全 别像老前那样子 开刀一半还要下来推 另外新的车站 又经过中央市政或物极散地等 才符合经济需求 以下我们就列举几个新路线改变的原因 想要台北往新竹的原路线 是从台北新庄经过归人岭到桃园 但长谷船调查后发现 当然是上游种植一堆茶叶 且没有随图保持的观念 只要大雨过后 不但会淹水 还会有土石流 铁道当然也会被冲走 另外归人岭险峻 不利火车爬坡 沿途所经承证的规模与物产 也都没有一个逻辑 导致铁道无法发挥最大的成效 当初到底是哪个弱智规划的 因此大北一辉 行路线从台北成西北 经过板桥树林到桃园 不但避开了水患降低的坡度 且板桥桃园本来就是人口秘籍之地 接着台中到嘉义的旧路线 是从雾峰经过草屯南投 再到林内与嘉义 这条路线的雾产扫 且大陆西上游有数十条河 施工非常的困难 长谷川再次磨改 路线变成从雾日下彰化 接着园林色头到田中 再到林内与嘉义 彰化当时是台湾的米昌 所以新路线对经济的帮助很大 中冠铁路也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兴起 如本桥圆林虎尾兴营 本来都属于次级城市 但因为车站的设置 超越了原本的一级城市 而那些原本的一级城市 直到现在 还流传这一则的都市传说 说法大概如下 铁路原本是要经过我们这里的啦 但因为地方士生担心风水问题 火车会破坏龙脉而反对 所以我们就没落了 也要是有车站就不一样了 这一种说法跟那些曾经很繁荣 但现在已经没落的城市中 特别受到欢迎 如鹿港、北斗、岩水、麻豆、土库等 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坦啦 如同前面讲的 车站的设置一定有它的考量 日治时期也不是现在 盖铁路前 还跟你开工厅会、协调会 在日治时代初期 总督府在全台调查铁路路线时 同时也对抗日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光统治的前四年 就杀入了高达一万两千人 非常的残暴 而大老板藏骨川 更因为作风强势 骂人不手软 又雷公之称 我想是没有哪个地方士生这么白目 敢跟总督府大小生 而实际上这些城市 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被总督府淘汰 如鹿港在千里的时期 就因为尼撒鱼姬而没落 且位置交回边陀 乖日本人就有点理由薄了 而土库别看它现在蛮边缘的 人家在千里的时代 一位位于通往北港的交通要道上 是虎尾西周边最大的城市聚落 还因过虎尾跟斗六 但因为中部的铁路是从零内下来 再接往斗六斗南 比在中部的土库方便 因此就被淘汰了 没有错 我们看从彰化下来的铁路 为什么不只值得从云林北斗契罗下来 然后接土库呢? 为什么要刻意的往靠山的铃内走啊? 那是因为北斗境内河流多 盖里乔奥多花钱 因此宁愿选择边陲的恶水和铃内 而盐水在千里的时期 凭借着河运 是台湾浮沉到嘉义之间最大的城市 但同样在日日时代前 就因为8加9盘踞河道淤积 以及瘟疫横行而没落 日本人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盐水 当时从嘉义下来的铁道路线 共有三条可以选择 分别是靠山区的白河 山产丰富且具有军事价值 与靠海本来就繁荣了盐水 以及两者之间 远不如前两者的新盈 但盐水境内沼泽遍布 加上低洼容易盐水 工程难度高 最后则中选择了新盈 也因为铁路 新盈成为了新的区域中心 台湾是日本第一个殖民地 日本没有殖民的经验 加上本身也是岛国 资源有限下 长谷川对台湾铁路的方针是 能省就省 称为速成延长主义 也就尽可能的延伸路线 并快点通车 加速台湾的产业发展 长谷川为了省钱 他拆掉了清代铁路 拿来飞物利用 反正火车能跑最重要 铁道以外的附属设施 如车站直接复制贴上就好 像中部除了彰化外 其他的车站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材料还是用便宜的竹子 省钱是不错啦 但有时候也会用力过猛 交往过正 相似一次会议中 长谷川问道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花钱修建厕所 把这里给删了 而书官回答道 可是这里没有厕所是十分困扰的事情 长谷川者说 在野外解决不就好了 可见省钱已经到了走火入魔境界 1908年10月24日 纵贯铁路全线通车 日本皇室来派人出席了通车典礼 长谷川十分优秀 只花十年便完成了基隆到高雄 长达40公里的纵贯铁路 比预期的还要早一年 原本预算是2880万元 竟然还剩下了120万余元 且还额外新建了淡水凤山两条支线 扩建高雄基隆两个车站 还有闲城改良高雄港 新建铁道旅馆等 铁道旅馆是一座洋式的高级旅馆 位于今天台北车站附近 是当时唯一一座的西式大饭店 专门招待达官贵人 不过很可惜会在台北大空袭 而六名船的铁路 花了六年半 才从基隆盖到新竹106公里 预算还追加了90% 结果还不好用 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首先后腾心平担任民政长官后 用人方针士为台试用 以技术官僚领政 因此高薪聘请了 在国内以颇有名气的铁道专家 长谷川警戒来台 当时台湾算是鬼岛 远就算了 还有虐疾霍乱等风土病 根本没有人想来 当时在日本 只要提到有人要来台湾发展 都会被怀疑是不是欠了高利贷 不过长谷川愿意来台湾的理由 除了薪水丰厚外 你一个部分是他刚好失业了 他原本服务的东北本县 在他任职期间遭到猜测 因此在家闲闲没事干 额告基础建设 权跟钱都很重要 有权没钱很难 有钱没权更难 没权没钱能上加难 流明川铁路属于第三者 但长谷川来台后 被任命为台湾总督府铁道部长 得以大刀阔斧发挥所长 很多事情可在不跟老板商量下 直接先斩后奏 表示了后腾对长谷川的信赖 而长谷川底下的团队也非常的精英 他用人只讲能力 不讲人情 部下多了当时东京地大 或京都地大的铁道精英 且出生士卒了不少 且布什派遣的铁道部的祭司事无关 前往欧洲、美国、中国、东南亚等地考察 回台后据要撰写详细的报告书 是真的有心要做铁道建设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 接受现代新事务中 铁道火车堪称代表之一 日本也有铁道王国的美誉 在日本自台的50年间 日本人始终在建设铁路 就连物资短缺的二战时期也不例外 毕竟要防止盟军登陆 没有铁路怎么行 行为完成了重贯线、屏东线、台东线以及宜兰线 长达740公里的主贯线 以及各种灵铁、糖铁、盐铁、矿铁以及切面轨道 全部加起来超过3000公里 可说到处有铁道 二战结束后 国民政府接受台湾 铁道部改自为台湾铁路管理局 也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台铁 之后继续完成了北维铁路、南维铁路 重贯线、电竞化等工程 因为台铁是国营企业 是政府出席的好儿子 所以赚了钱要上缴国库 但赔钱得自己吞 学生军工教的票价 只有普通乘客的4-10% 如果运送名声必需品 如古物、煤炭等 运贩要被迫打5-8折 实在是有苦难言 但在1950-1000年代 台湾江东建设百费待举 公路与航空都正在发展阶段 当时有车的人少 台一线也常会拓宽 无论客运或货运 都高度依赖铁路 因此台铁也几乎垄断了台湾的江东市场 纵使有国营企业的包袱 台铁还是年年赚钱 员工福利也不错 甚至有自己的医院 台北铁道医院 是当时呈现的职业 在1974年 银于更高达7亿元 那一个时候台北市南京东路的 御守屋 一瓶还不到3万呢 但中山高完工后 台铁的金基姆 货运被高速公路取代 2007年 高铁全线通车 台铁的西部长轮客运 又被高铁抢走 如今已亏损长达40年 但没有高铁的中小型城市 华东地区 或小城镇与偏乡 台铁人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票价也很亲民 重点是便当很好吃 台铁最为人诟病的是污点 非人细程没有污点才在新闻 污点的原因很多 因为台铁不像高铁是封闭轨道 事故比较多 一个评价到事故就得污点 且百年老店嘛 设备老旧 经常这里坏那里坏 重开机就修好了 还有台铁的车总多老车多 如过去台铁的主力 自强举光与复兴号 车龄都超过40年 为了解决污点的问题 以及持续推动都会去台铁捷运化 把班级拉近到12-15分钟一班 台铁在2015年提出了10年购车计划 将编列1000亿的预算 购买一眼U卓拜与一眼U3000 前者用来跑捷运通勤 后者用来跑成绩运输 你看到黑白配色很帅的最强号 那个就是一眼U3000 他们在2020年投入营运后 列车故障率下降了24% 整体率来到了95% 整体运能上升了25% 确实把列车太久换新 有助于整体的营运 接着2023年 10年购车计划的二部曲 R200彩电机车也将陆续交车 R200雪白外观 还有粗犷的车身线条 有浓浓的欧洲风格 确实咱们的R200 是由瑞士世代的铁路公司的西班牙厂制造 将投入货运和铁道救援的工作 有先进的电子化驾驶系统 操作起来更安全更舒适 在不久的未来 来自日本的全新电力机车E500 和60辆直线列车也将陆续来台 配合2024年的台铁公司化 透过企业化经营 与全新的列车投入 台铁将提供旅客更逐页的旅行体验 真是令人期待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